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海做联合战备警巡 也就是说从历舰2024B之后 一连串没有停过的 除了台风期间以外 几乎不停地在做各种的演练 尤其是夜间 这种20架的征搜 感觉这个规模也是蛮盛大的 其中包括了苏凯30 空警500 大概有20架次 国防部所发布的声明是说 我们都严密地监控 而且派出基建来应处 其中11架是月线进入我空域 所以工军还有双航母的演练 官媒就大陆的官媒 特别讲这个对于突破 岛链封锁很关键 怎么说呢 执行海上阻隔 海上封锁 区域拒止这些高强度的任务 配合海空可以办到的作战效果 还强调这个强大的地方在于 不只是透过交替轮换配置 24小时还不间断作战 所以像我们的演习常常不小心 一演习容易出意外的情况 等于他们日夜操练的情况 就可以更常态性的 再做内部的准备跟准备吗 当然退役陆将 栗正杰将军是说 他认为特别在这个时间点 公布航母编队是有玄机的 跟美国的总统大选 当然密切相关 美国总统大选倒数时刻 贺锦丽的民调出现逆转吗 一直有不同的民调波动 一度已经说川普在 这个七个摇摆州都获胜 但现在说是逆袭 共和党的票仓 爱荷华在宾州这里 都差距只有1% 纽约时报的报道 两党候选人的民调差距这么近 川普却在这几州里面 支持度明显上升 美国大选的民调机构里头 有分析四个指标 来看看其中盖洛普的分析 四指标是经济 经济是第一个首要 国内的民众最在乎最关心的 而包括了像国家方向 候选人含好感度 现任执政者工作的看法 总之在这样的看法 四个取向的指标里头 贺锦丽有三项都落后 所以大家最在乎 国内的经济的情况之下 已经不知道谁会赢的情况 这个有点夸张 要谁是神算呢 不是印度神童 是猴子跟蟑螂吗 美国居然有这种预测的方法 让猴子去选照片 川普还是贺锦丽 那猴子表现出迷茫 连他也不知道 然后蟑螂谁短跑 可以赢就可以赢吗 结果短跑的比赛成功率 高达4%预测 真的吗 跑赢的人是谁 贺锦丽蟑获胜 天哪 到底有没有真的入主白宫 蟑螂猴子可以预测得了呢 那大家两位候选人 知道大家关心所谓的经济议题 当然都要端经济的牛肉 例如川普的端法是 要对中国磕60%的关税 其他国家也要磕20%的关税 看起来对国内经济的物价通膨 不是更不利吗 但是以美国优先 是不是也能够让国内的选民买单 或者是贺锦丽他强调会延续拜登政策 川普的政见最后只是把税 科增的高关税 把这个物价转嫁到美国民众而已 贺锦丽甚至轰富士康 跟台湾又有关了 过去在川普竞选期间 曾经保证过 会有富士康去设厂 创造1.3万个就业机会 结果都跳票 也没有兑现第八大奇迹 这个是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最大的流失者 这是红海 又被提到了大选当中当题目 当然贺锦丽也还提了对华裔的政见 其中川普贺锦丽都不熟 这个翁吕宗说都不熟台湾 所以要让美国人知道说 其实美国政府要看的不只是晶片 在台湾的价值 还有其他的地方 有什么地方 至少看到贺锦丽对华裔喊话 他这个很罕见的 去读家去投书 在联合报系的媒体 世界日报里面 是强调他投出肯定华裔的贡献 也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里 曾经对排华有个黑暗的历史 但是他因为 因为智友跟他的父亲那里 得到了贺锦丽这个名字呢 更强调他明白 华裔在美国的处境 他们写下的美国故事 当然是要抢华裔的票咯 而匈牙利总理奥班跳出来 挺川普 说兄弟情谊升温 匈牙利总理强调 如果说川普当选的话 就会开香槟 甚至认为如果川普当选 并不会造成任何动荡 或任何的国际间的风险 那共和党高层 已经对匈牙利亲近中国 也表示担忧吗 而大陆的经济拼搏指标 大家来看是不是达标呢 也关注着美国大选的结果 包括几个重要的人大会等等往后延 延后在美国大选之后 是不是也在看这件事情 美国大选的结果会影响经济走势 如果中国的第四季经济持续复苏 在媒体的分析里面认为 全年经济成长率 就可以达到5%有望达标 那么对中国开战 做足准备嘛 哇 星头阁报导 看这个标题很吓人 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美军跟商业航运在做合作 持续推动的各种后勤的比赛补给 这个也是这个所谓的补给 就可能万一美中对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要做运用 但这个就一定是开战做准备吗 标题很吓人 但全球军力最强的国家排行榜出炉了 这是来自于跟这个主要的军事 相关的单位一起合作出来 还蛮有公信力的一个调查 其中美国退居了第二名了 第一名是俄罗斯 然后在中国的部分是第四名 以色列第三名 所以像这样的军力部署 是不是也象征着目前美中对抗的 一种情绪跟氛围的需要 亮哥先来看看 最近台海之间的演习是越来越平靡 我觉得那个还好 北京最近有做几个大的动作 那个都不是针对台湾 是针对美国的 没错 比如说东风31AG 那洲际导弹的发射 那比如说习近平去跟东风26 去做参观 还有 这个最近那个航母 双航母的演练 我认为那个都是针对美国的 那大概就是 我觉得他们大概就是认为 川普当选会有一点新的思考 那大概就是要秀给川普看 说你真的要走冲突的道路吗 那因为他也认为川普是一个会比较精算的人 所以就是有点亮剑 让你想清楚这样 有点这个味道 那不要你都被蒙蔽了 你以为你好像在这边都可以恨行无阻 那我认为贺锦丽 对这个大陆变数不会太大 可是川普就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觉得因为中国大陆一向都是蛮谨慎的 怎么会突然这么多动作 因为那个蛮连续的 那个东风31是9月25号 然后接下来10月14联合立舰军演 然后习近平10月17去看安徽的基地 那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双航母 我觉得这个蛮特殊的 所以一定有特别的用意 所以我不排除大陆内部 也认为川普的胜率高一点 所以在欲做铺排 事实上我最近在YT上看到的 看到的各种影片 包括美国人做的 华人做的 大概七八成以上都认为川普会当选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可是就是很奇怪 要讲贺锦丽会当选的不多 而且最近发生两件事蛮怪的 就是拜登跟柯林顿 拜登突然之间不是出来讲说 共和党都是 就是共和党 被罚钱的两个字 对对对那两个字我就不说了 就是他怎么会去说 共和党的人都是这样 川普的支持者 然后就川普去开垃圾车 你就会激怒嘛 而且你这个不是激怒波多黎各人 是激怒共和党的所有的选民 那虽然那个民主党的媒体很偏 坦白讲我也看了 那个骂波多黎各是垃圾的那个喜忌人员 在民主党的媒体不断的重播 然后拜登讲错话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川普要特别感谢马斯克 还要特别感谢抖音 我跟你讲 事实上都是那个X跟抖音在帮他传 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诡异的 就克林顿 就克林顿在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竞选的场合 他突然讲到说 川普如果不是疫情 其实他的经济表现比拜登好 这很诡异吧 所以 克林顿怎么了 有人就觉得 其实好像最支持这个贺锦丽 或者贺锦丽一面倒向的 好像只有欧巴马 就民主党内部 民主党内部其实 我认为拜登 跟克林顿助选没有这么用力 或者是说 贺锦丽想跟拜登切割 惹怒了拜登 那拜登 甚至有人怀疑他讲话是故意的 去咬婴儿的脚也是故意的吗 不是啦 我说讲那种话 我知道 所以 我觉得总的讲 就是 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太多问题 比如说你说经济 通膨 非法移民 还有民主党的州跟城市 犯罪率偏高 基本上贺锦丽都没有好的解放 然后再包括换人的过程 我认为拜登是受到非常多的委屈 那也没有处理好 那这总的 那当然也包括贺锦丽的程度 那这总的就 在最后这两三个礼拜就开始 搅拷在一起 因为现在美国媒体报导的方向里 都认为贺锦丽在切割拜登 不想要承接拜登在市政上民众的不满意 那难道拜登也会有他的作为吗 这两天公布了一个数字 就是十月份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 也就是说一般的就业人数了 那农业的排除在外 那市场本来预期十月份 应该是十一万十二万人口 结果你知道 拜登政府公布出来就是昨天 一点二万 差的变成十分之一 怎么不灌水一下 他就是灌水了 他现在不灌水 为什么他还同一时间把 九月八月往下修 对 之前公布出来的二十五万九月 他把他修到二十三万 八月十五万 他把他修到七点 就是现任政府的宣布 对 八月十五万 他把他修到七点八万 砍了一半 就是说他过去那个 所谓的就位人口的数字 都是假照出来的 不演了这样 现在不演了 我觉得拜登 我有点在想 为什么到最后踢这一脚 你之前都可以假照 我们就认为他假照吧 他现在十月 不美化 最后不美化了 那当然这就显现出 其实经济 不是数字上所看到 一般人民感受到那个通膨 他们是用皮肤来去感受的 不像是有钱人 看这个温度计 以为说这个天气变得好坏 所以呢 你所有买的东西加油 都不知道是几倍 那当然经济是最关键的问题 而且这个川普承诺要减税 对不对 那这个就对很多人就很有感 那我是觉得华裔的话呢 其实传统上华裔还是比较支持 民主党 大概六成 可是呢 而且再加上川普过去 针对中国病毒的讲话 启示的言论 亚洲歧视的仇恨言论 在纽约 在加州 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 都显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他 那可是在网路上 一般一个是经济问题 第二个是 我的感觉大陆到 美国的一些新移民 可能大概是有些人 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吧 或者是 反正已经是美国人了 现在中美对抗 你在认同上 总是要选一边 因此在网路上 感觉上支持川普比较多 可是我的感觉 我的讯息是 在加州跟纽约州 在替这个CAMARA 募款的华裔还是为主 这实际上的这个情况 加州纽约州华人就占52% 可是票投下去 根本不影响大局 对对对 因为华裔只有500万人口 对 大概整个美国的选举里面 就占1%到1.5% 可是他集中在纽约州跟加州 所以不管你投川普还是贺锦丽 其实不影响大局 但是那篇文章 我觉得是贺锦丽 以及民主党是针对少数族裔 普遍性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他其实 你大概去观察 他可能针对这些拉丁美洲的 甚至Porto Rico 在就是宾州的 他大概都有这个文章出来 这是一波共同的这个操作 在最后呢 希望就是大家支持贺锦丽 这样子的一个 少数族裔的背景 这个有没有用 我觉得这个会有用 这会有用 那至于说他影响到 关键的州是不是会 集体的会产生一些影响 你要知道他都会说 可能只有几万票的差别 所以这个很难讲 这一波操作呢 我觉得贺锦丽是操作对了 是 卓老师 最近进入最后的倒数时间 当然美国大选会影响 可是全世界 台湾更是紧张 我认为其实到 现在要预测说 川普就当选了 可能还是言之过早 毕竟所有的民调 现在开出来都是 非常的接近 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我认为贺锦丽 还是有胜选的可能性 还是有这可能性 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 因为非常接近 第二个就是过去 如果你看八年以前 这个克林顿 就是希拉蕊那一次竞选 大家在选举前 就认为说他一定会胜选 那种气氛跟今年 是完全不一样 那这种情况 因为过去民主党 就被认为说 他投票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特别是他的一些 坚定的支持者 比如像少数族群 或者是比如像是 这个年轻人 投票率都没有那么高 那今年在这个川普 看起来胜选机会 非常比较高的情况下 是不是会因为这种担心 因为这种悲观的气氛 反而把选票吹出来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年的川普的支持者 比过去要显性一些 表态的多 这个我觉得是受到什么影响 当然了 就是说比如像说 像这个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其实是 现在等于是川普的分身 那你看马斯克的这个X 上面川粉的这个声音 是非常大的 川粉言论是非常多的 但是它可能是一种过渡代表 为什么 因为马斯克的这个X 现在比去年 它的这个使用者下降了11% 比前年下降了20% 那你看马斯克在这个 根据CNN掌握的数据 它在8月的时候 有多少注册用者 有大概7300多万人 可是光马斯克本人 它的追踪者就有多少 有2亿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当然我刚刚讲的7300万 是在美国啦 在美国的这个注册石 注册石油整的7300万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那个声音 是被过度表达 在我们就以X这个平台来看 那整个把它投射在美国来讲 就是说今年的川普的支持者 川粉是比过去 要更加的显著 因此你现在看到 就是过去认为说 川普会比他的民调的这个数字 要投票的结果会要好一些 我觉得那个效应 可能不会那么显著 就是说他可能已经被反映出来了 因此我认为贺锦丽 还是有当选的可能性 那当然 现在当然就是看说 最后会不会大家恐惧川普的 这种感受 会让大家把他票投出来 或是最后还是那些中间的选民 特别是那些蓝领的白人的男性 他们最后踊跃的投票 改变了这个结果 所以关键是讲到这个 波多黎各这件事情 当然就关键在于说像宾州 因为宾州就有50万的这个波多黎各的移民 宾州有60万的这个拉丁美洲裔的选民 当然这50万的波多黎各不是全部都是选民 但整体拉丁美洲的这个选民 在宾州就有60万 所以是不是会能够改变宾州 因为其实不只是宾州 像北卡 北卡也是这次认为是摇摆州 可是不要忘记 北卡在四年以前 是川普是拿到他的选举人票 所以如果北卡拉下来 那当然贺锦丽在其他州的这个劣势 或者说其他州万一有丢掉的地方 也是可以补回来的 那当然还有像最近在这个 这个威斯康辛州 川普又好像又失言了 所以川普的失言 会不会在最后关头 又在激化了民众 要去投给这个贺锦丽 我觉得这些因素 都还是对贺锦丽相对有利的因素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